Hello 大家好 我是Deck 大家看到我已經坐在後座 比亞迪的C9 7 即是海絲7 是SUV 大家都期待了很久 我知道買到SUV的人 一定是買給家人 即是可以舒適一點上落 坐得舒服一點 它的成座感是怎樣呢 後座是否真的舒適呢 我第一次上來的時候 都頗有興趣 因為後座真的頗大 而坐下呢 現在是舒服的 這個位置是夠深的 但我最想試的就是 究竟我正在坐然後有人在駕駛 那個成座感是怎樣 我說我叫司機 即是我同事 就踩一腳 試一下 來 踩一下 先試一下 我們現在在丁九這些路段 除了多坑渠蓋之外 都多一些 可以快一點點的彎 你這部車可以說一下一些懸掛 是一些高級車的懸掛 前是雙搖鼻 後是五連桿 很明顯應該前後是不同的 現在試了後面 剛才握了幾下 它懸掛的設定是 伏一伏 這樣就收光了 你感覺到那個Body Roll 和它的車架是實正的 我想這個也多得它C to B的Cell to Body 就是整個一體式的車架 令到行車的質感紮實很多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真的舒服 我預期應該是SUV的Body Roll 是會比較厲害的 但是它所有起伏是伏伏伏 很快修得回去 剛才就是這個舒適模式 現在轉了Sport Mode 有沒有分別呢 我又試一試 我叫了司機同事 做差不多的一些動作 開發 看看這輛車 乘坐感如何 剛剛滾過兩個坑渠蓋 依然是那個感覺 很快 有點凹的 但收得快 所以懸掛的銀性是OK的 坐下Sport和舒適 我現在做乘客 又不是感覺到分別很大 就算快速度都 有些Body Roll 但是因為電動車始終電池在底 就是剛才說的那種紮得緊的感覺 乘坐感舒適 我們可以試一個Eco Mode 但是你說是不是不快呢 不是的 只是它的加速感有一點 少少 還有些東西要試的 就是Regen 作為乘客 如果司機駕駛得不好 或者Regen控制得不好 應該都不舒服 我想作為乘客 或者不是駕開車的人 是不覺得發生什麼事 完全沒有什麼感覺到 純粹以為你正常地收油 或者踩駕駛的 沒有問題 我覺得作為乘客 是完全不會投訴這些東西 OK的 試完三個Mode 不如先講一下設備 後座設備 即使剛才上車的時候都留意到 首先講一下門柄 門柄 門柄有兩層的門柄 我這個設計我挺喜歡的 雖然我剛才第一下 不知道哪個按鈕才是開門 其實是這個 上面這個按鈕才是開門的 這個雙門柄設計 令到到車門開了之後 你就不用伸到那麼出 就可以拿到這個門柄回來 我挺喜歡的 這個設計 再加上這些流線型 感覺很提升到 你這個是海洋系列的海絲 Dialog Audio 12個喇叭 這個位置可以放少許東西 雜誌位 兩個袋子可以放手機 中間有冷氣出風口 但沒有溫度調校 但可以調校風向成 然後下面就是按下來 可以開到USB 它會悶悶悶 跌下來我挺喜歡 有Type A和Type C插頭 手枕 中央手枕有 還有這個按出來的杯架兩個 OK的 挺漂亮的 不同的物料質地在上面 這個位置我挺喜歡 比較少這個後座手枕位 這個位置是有儲物空間 它還要裏面包了絨面 挺好的 放了少許東西 還有 椅子的角度可以任意調校 它不是分了幾段 看看現在可否做到 對了 因為它是六四分角力的關係 所以這裡要列邁中間位置一齊移動 它調校角度可以隨意 總之你一放手就平衡你的位置 OK 挺好 開揚感 開揚感是你看到整體的 沒有環量 沒有其他 非常之開揚 摸下去熱不熱呢 呃... 不熱的 剛才也保持曬了一輪 很熱的 Lake Worm 夠了 大家有眼睛看到 我坐了這麼久 這個Lake Worm 就算我拿了我的專用駕車出來量 摩牙釘17cm是有的 甚至現在這樣靠近20cm也有 Head Worm 有 摩牙釘10cm 剛才也算了 它門柄的喇叭位都融入了這個設計 我覺得是不錯的 下面有個大氣喇叭 喇叭的蓋子也有些質感 是挺特別的 中間也是電動車 大家都習慣了 平地台 相信是車OK人這些沒有問題的 嘩... 坐完駕海絲 有沒有看到它大大份 又叫海絲 其實它乘坐感也OK 空間也OK 不過我們正式說回它的外觀 也要的 你看它有神的車頭 這個比亞迪的特侯頭燈 軟浮式的U字頭燈 我想起北京車展見過的Ocean M 這架揭背的概念跑車 雖然頭燈設計有少少不同 但你也看得出是同一個設計語言 用到下來的時候 令到這架雖然是一架SUV 但感覺都很Sporty 再配合下邊的鬼面罩 還有這個入風位 真的有洞 整件事更動感更Sporty 石車的你會為你的外區買全部 那你自己呢? Top Gear有個低至三折的優惠給大家 記住看下去吧! 都市人的三大疾病 你又知不知是哪三大? 香港的頭號殺手就是癌症 平均每十名死亡趕人中 就有三人死於癌症 加上癌症的發病率越來越高 平均每天就有105人確診癌症 身為家庭之處的你 是不是都擔心將來有機會不幸確診? 與其經常擔憂惡夢成真 不如防患於美然 人同車一樣 有起故障或者病起上來 一宗都嚴多 除了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亦可考慮針對不同的保障需要 投保一份保障齊全的危機和人手 當你患上指定疾病時 就能夠獲得一不過的賠償 助你專心接受治療 同時不會加重家庭的財政負擔 FWD Online 是全港最大的網上保險平台 一站式替你了解保單詳情及即時報價 現在Online 投保還首年保費低至三指 詳情到下面的概念欄看看 來到車質 它長其實是4.8米 闊是1.9米 高是1.6米 Wheelbase 2,930毫米 你看到我剛才坐後座時都這麼低 這件事很嚴重 這件事 然後呢 但你看它外面 你看回真車的尺寸 看見它比我想像中更加流線型 更加收場 然後呢 再看這條輪胎 它跟了米芝蓮的Pilot Sport EV輪胎 它尺寸是2.45、40、20吋 前後都一樣 然後呢 剛才說它收場的外形 其實我喜歡這個黑色的位置 它令到上面這個圓浮了 然後呢 去到門你見到是斜向上的這個位置 由上面又收下來的 所以我感覺就更加Sporty 更加Coupé的樣子 來到車尾了 看到兩對尾翼的 你看到上面這對真的通通可以窄 空氣就在裡面吹回來 那就壓低這部車 再加上這個尾翼 同樣的效果都可以令到Aero Dynamic更好 我們再看看下面 那邊也是防掛膠邊 尾翼的造型 都配合整個車的設計 那再看看尾燈 尾燈是一個海洋系列 當然少不了海的元素 有一點點的水滴形的尾燈 再一致貫穿式 BYD的標誌 我們再看看尾箱 是有Dirt Tech的尾門 尾箱 第一眼看起來都很大 有500L 然後這塊板 可以再放上少少 塗下去 又多了少少空間 它打開下面 也有一個很大的浴缸位 由浴缸位下面再打開 才是那些舊車寶的用品 我覺得都很實用 也有很大空間 還有它後面這個車尾箱 看到有喇叭 有Subluvia在這裡 還有兩個喇叭 Dyna Audio的喇叭 然後它的後座就是六四分角 踏踏踏前 就可以反了後座下來 容量是1769L 頭箱也有58L 讓你使用 來到前座 第一件事 先說一張椅子 那個Cutting挺帥 造型也挺帥 好像有些桶椅的感覺 而是厚實的 然後還有通風座椅 電動調教 儲物空間 這個位置很深 幾支東西打直放進去都可以 兩個杯架 剛才研究一輪 這個就是什麼 原來是可以做到 線上來的 就可以拿到 還有這個轉波的波棍 這兩個位置就是 轉Mode和Regen 還有這個調教大西聲 我喜歡這些位置 前面兩個位置放在手機 但只有一個位置可以無線充電 有冷氣出風位 這些可以正常調教 下面有位置可以放到 包包和雜物都可以 有一個12V的插頭 還有Type A的USB 還有Type C都有 手密箱在這裡 還有前面這個位置 疑似是有個螢幕 但其實只是一個氣氛燈 氣氛螢幕 我這樣形容 對嗎 對 氣氛螢幕 前面這個15.6吋的螢幕 當然要試試這個旋轉螢幕 可以轉到打直 打直也比較容易看 一些車技的東西 head-up display 底盤就這裡調教 看到可以有舒適運動 制動力的 有張圖給大家看 燈光 head-up display可以調教 移錶板可以調教 冷氣可以調教 我們要轉打橫看看 冷氣也有兩個模式調教 座椅 但其實它有按鈕 椅本身也有按鈕 可以調教 通風位 前座兩邊都有通風位 車輛健康也有提到 安全輔助 還有圖示給你 安全輔助 看到有很多安全東西可以調教 還有泊車輔助 雷達和360的螢幕 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看到不同位置 有七個鏡頭 充電器 充電器 螢幕也順 而這個螢幕 之前試過騰勢的系統 是同一個系統 不是之前海炮的系統 Infotainment 可以在這個製構 Apple CarPlay 高德地圖 15.6吋看都很清晰 而前面的螢幕 一樣可以看到導航 這個螢幕可以分屏 按這個位置可以分屏 這裡只要開設應用程式 中間可以調位 可以看回地圖 這邊可以讓副隔 繼續做其他東西 最開心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可以用手指控制 冷氣的風量 現在到最盡 由上下就調到這個度數 非常好 你搶車的時候 就不用看螢幕 你都可以做到一些操作 很厲害 解決了這個沒有實體冷氣制的問題 如果不是 平時螢幕都要在這裡調 就太花時間 還有需要你的眼球去看著 就不太好 來到C基或是這架 海斯7 間者如何呢 讓我先交代了一些基本資訊 這個是四驅版本 七數方面 就是530匹 690Nm 以前這些是跑車的數字 到電動車的世界 很多車都有這些數字 去0至100 車尾其實顯示了4.5秒 都快 這些數字 5秒以內 這個四驅版的續航距離 就是542公里 這個NEDC制式 後驅版多一點 都是567 就試一下 現在正在使用這個舒適模式 轉模式就在中間調整 都方便的 但我覺得可以再清晰多一點 因為它轉的時候 你才可以在這裡看 要稍後才知道自己是舒適 還是運動 還是什麼 先試一下舒適 它的電門相對 我覺得沒有其他電動車那麼油 比較快有反應給到你的 現在說舒適模式 不是Sport模式 它轉向助力模式 可以在螢幕上調整 這就是運動和舒適模式 試過運動助力轉向 它的軚盤是實淨了一點的 比用舒適的時候 軚感是好一點 純粹是有種隔了一重 即是你知是電子幫你的軚感 電車我都預期是這樣的 給我一定會選擇運動的軚感 因為舒適之前 剛才我也試過 虛位就真的多一點 運動吧不用考慮了 然後我剛才做了一些轉向 我經常被它轉向指揮燈的聲音 是有點像警暴聲 大家打 對 少許 會以為是否有人沒有帶安全帶 還是什麼東西的聲音 但不是的 你是在打燈的 另外一件事可以調教的 就是可以調教它的煞車 它的煞車也有兩種 即是運動和舒適去調教 是有些分別的 但它兩個頭段 我覺得是要踩深一點才能給到制動效果 踩下了三分之一之後 一路再下 它就會明顯有些力收到給你 我覺得調教了運動之後 是會感覺好一點 如果不是 舒適就變了再大一點的角度 要再踩深一點才有制動效果 我知道它的煞車也是用了4匹的充電 然後再配合它的回饋 這個回饋 這個回饋就特別 我覺得這個回饋是我試過這麼多的電動車 這個是比較溫柔的回饋 就算你調教了最大的回饋 它的回饋也是有一種 我怎樣形容 形容好像它 它怕怕醜醜 它不想跟你說話 但又不太想 又不太敢出聲 少許你放了腳之後 給點焦點去留意 你才知道 有Regen 剛才我事後做的時候 也有說 如果你作為乘客 或不是開車 你不知道 剛剛試了幾個組合 再配合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Regen 我不逐個說了 我的想法 我會選擇運動的制動 標準的Regen 然後再加運動模式 和運動態感 這就是我的選擇 可以說到Head-up Display 它的Head-up Display 都清晰可見 不需要經常低頭看螢幕 配合高得地圖開 它會有箭咀 告訴你你還有多久 你要走哪裏 轉彎有箭咀 我挺喜歡這件事 粒電池 就是82.5kWh的電池 慢充 AC能吃到11kW 快充150kW 30%至80% 只需半小時 而可以再說一下它的懸掛 前邊的感覺和後邊都有點不同 我覺得後邊的舒適向是比較厲害的 前邊呢 即是剛才我快一點進彎城那些 即是無可避免SUV的Bollywood有 但又未去到很厲害的 雖然它的Platform是E-Platform 3.0 不是EVO那一款 這個沒有雲連絲 再加上有ITAC 即是四驅 四驅才有ITAC 它可以分佈到扭力扭區 令到操控感更好一點 它ITAC這個功能 其實是由得關掉 當你關掉它的時候 你感覺到整個車的動態是多了 你開了它時 有ITAC的時候 它的扭力分佈幫你分佈得更好 你可以舒適一點去開這部車 有得開這個IPAD有多好 記住 四驅版線有的 雖然它沒有這個雲連絲 但它有這個Frequency Selective Damping FSD 可變阻離減震器 它可以因應路況調節阻離 即是令到平面的路變得硬一點 即是當你降低一點的時候 它就變回軟 所以剛才一路開的時候 整體的感覺 這部車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你的駕駛感其實是差不多 無論它駕駛的路 或者是平的路 在這個丁九路段有些速度 它駕駛的感覺都是舒服 而且所有東西都聽話 我可以這樣說 聽話都是這部車 還可以提醒它有很多安全設備 有一個感應器去看著你開車 當你不專心周圍看 只顧著搞螢幕等 它就會出聲提醒你 再加上一般都有那些360鏡頭 剛才看到那些安全設備 但是也有的 寧靜度 即是因為它再用了雙層駕鑊玻璃 無論我剛才坐在後面 還是現在駕駛 都不是很多什麼 胎草路草 風聲那些 是輕微的 輕微的 我喜歡的舒適感 最後也交代我的價錢 這個四驅版 就差不多30萬左右 而後駕駛版 是26.8萬 總結一下這個車的感覺 絕對適合做家庭車 而後座的空間又大 而這輛無論是視野 我已經不是坐得特別高 但視野都很好 而它整個車的動態 就算剛才我試駕駛 試駕駛不同模式 去踩油 踩油 踩油電門和駕駛駛駛 它的車架整個動態 它不會 就是 仰頭不會仰得很厲害 就算重駕駛 它駕駛頭那一刻 都不會很厲害 易操控 聽話 有時間適應 但是 它的懸掛整個 給到你的感覺 駕駛感覺 即是這些 不是很厲害的Body Roll FSD 那些Damping 那些設計 令到你駕駛得很舒服 即是你不需要想很多東西 其實它已經幫了你很多 再加上ITEC 可以令到你快一點的時候 它也減少你ESP的介入 我覺得是做到的 這個真的可以做到幫助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這架海獅7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CLS 訂閱我們的頻道 買了實體的Top Gear雜誌 那就完美了 下次再見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